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我们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听过论语当中有这句话吧 就是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反映最近一个月来 台湾处于中国大陆强力的军演 并且进行经济胁迫之际 陆续有来自美国 日本 立陶宛等非邦交国 还有友邦盛文森跟伯留的政要来访也算是贴近了 那么当两岸没有办法有政治共识来进行对话 中国大陆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强硬动作似乎已经掀起台海局势紧张 那当区域情势出现了变化 有些国家并没有漠视 而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关切 像法国的参议院代表团将会在7号抵达台湾访问 那这世纪法国参议院外交暨国防委员会 副主席也是友台小组 副主席格力欧跨党派国会议员 6月访团之后又有法国的友人到了台湾 应该可以说显示台法国会外交友好 相信对实质关系还有所牵动的面向都是可以乐观期待 但是中国大陆跟法国关系其实也算是还不错 也不能说不好 但是到底出现哪些变化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陈副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上次跟副教授您来谈的焦点是 法国在今年4月刚完成总统大选 那么是由总统马克宏成功连任 那紧接着其实在6月份他们改选了国会 那么执政党并没有赢得国会的多数 必须跟其他政党结成联盟 这是在法国的一个政党国会的一个现况 不过政党的席次有些消长 但是我想我们聚焦的是台法关系有没有增温 因为如果关心这个焦点的话 7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的立法院长游锡坤率跨党派立委前往法国访问 并且还拜会了法国的国会 副教授您整个观察台法关系 那么最近似乎是有建区友好的一个趋势 的确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台法之间在国会的外交上面 可以说在今年有相当程度的突破 像今年6月法国的参议院第一次的一个参议团到我们台湾访问 那7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立法院长游锡坤到法国来国会访问 那9月7号也有另外第二团的法国参议院的参访团到台湾访问 7号这个访问团可以说是在佩洛西到台湾访问之后 第一个欧洲的大国的国会议员访问团 所以说我想它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意义的在 那这本身当然都可以算是我们台话之间的一个关系 相当程度的一个进展 主要还是呈现在一个国会的一个层面 这当然我想也不用否认我们的驻霸代表 五十多大使他是相当的努力 相当努力去扩展跟这个法国议员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法国议员本身原本他也就是比较重视一些人权 自由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对我们台湾而言 不可否认我们台湾最近受到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军事演习的压力 那其实从佩洛西的访问所引起的 一个国际的关注 其实都让大家觉得台湾 就像拜登总统所说的 目前世界是一个民主跟威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世界 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处在 面对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威权国家的一个压力的最前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 最近一个多月来 以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压力 其实你反而可以看出 更多世界上的民主自由国家 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 他愿意说去以这样的一个访问的方式 来表达对我们台湾的支持 因为毕竟我们当然也不用否认 这个国会议员本身 他没有一个执政上面的一个牵绊 不像说政府 政府他可能必须要考量到 比较多层面的一个面向 比如说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经济的关系 或者一些各方面的问题 但国会议员他不是一个执政的人士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牵绊 他可以去表示同他自己个人 对民主自由价值的信仰 来去表达对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支持 因为毕竟我们台湾跟法国 跟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 我们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 是那么非常谢谢副教授您的解析 也称如您刚刚所提到的经贸关系 那么事实上中国大陆跟法国的关系 还蛮不错的 马克宏2018年的1月 他就前往中国大陆 那么其实谈了除了这个国际外交的问题之外 其实也签了蛮多在经济 甚至文化领域的合作文件 那经贸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大陆 在对外拓展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利器 那当然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利益 那当然副教授刚才也点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那么在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 那么对抗威权的体制 在这两年似乎态势是越来越明显 刚提到马克宏总统跟中国大陆 应该是维持不错的外交关系 因为在疫情之前 中法领导人他们都曾经互访 习近平也曾经到过法国访问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利益的考量 刚刚也点出来 就我们的国会外交 其实我们是深耕 而且是非常绵密的 但是在国家政策方面 他会衡量各个层面 会有不同的一个政策 但不管如何 就是说我们务实一点来谈 也就是谈到 那法国因为他的国家利益就采行 应该是务实外交吧 那么是不是在这一两年 我们刚刚提到民主人权这样的价值 是不是就国会层面 我们事实上也已经看到 是慢慢的转向台湾 那如果以务实外交来看 你看法国 他大概有哪些考量跟影响因素 会让他这几年稍微有些转向 或许在这个政策上 也会有些微调也说不定 我想2019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年份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到 2019年的疫情之前 的确法国跟中国关系 其实算是蛮不错的 刚刚主持人讲到 马克文当选以后 他的2018年19年 每一年都到中国访问 他当时甚至讲一句话 说他以后他每一年都要到中国访问 不过当后来因为2020年 疫情爆发了 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中国访问 那2019年一个关键性是在于说 2019年的4月 欧盟他通过了一个中国政策报告 他第一次的定义中国是欧盟的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或者说体制性的对手 所谓体制性的对手 解决说他基本上 比如说中国他是一个共产国家 他是一个威权国家 他是一个独裁体制 他不像欧盟 他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体制 那很明显的 在目前的一个世界上 威权跟民主之间是有相当程度 在体制上面的一个竞争 甚至对抗 这样的竞争对抗 甚至在今年 这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以后 更是明显的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抗的态势 那法国本身 他是1789年 世界上第一份的人权宣言的一个宣告国 他现在以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人权自由价值本身的捍卫者之举 那命令目前 逐渐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自由跟民主跟威权之间的一个对抗竞争 那很明显的他对于法国 他的一个务实在就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支援 尤其是在2019年年底 疫情爆发以后 那我们看到2020年 2020年当时中国 他对这样的疫情本身的一个处置的一个 大外宣的一个做法 他的大外宣的做法其实很简单讲 就是你看中国当然不能否则 他2020年很快就把疫情也控制了下来 那你看2020年 你看美国欧洲很多国家都是相当的严重的疫情 而这样的一个状况 反而让中国去透过他大外宣 去宣扬说你看是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威权体制 才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疫情的危机 反而你们那些民主自由的一个体制 你们是非常的没有效率 没有办法去遇到那种危机的 然后就这样的方式来去宣扬说 威权的体制是比较优异的 然后再去讲说你们这些 一般认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它也起源 可能中国要负相当大的一个责任 但问题是中国一直在推卸这个责任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 一种战狼外交的一些作为 我想对于很多法国的老百姓是不太满意的 那另一方面除此之外 2020年 从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一个运动 相当蓬勃 香港几乎它才不过700万人口 两三百万以上人口上街去示威抗议 但是问题是到了2020年 因为疫情使得这些香港老百姓 没有办法去上街头 那中国跟香港的一个政府 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推动所谓的香港版本的国家安全法 那这几乎剥夺了整个香港本身的自由权利 那这个本身其实看在法国政府眼中 这当然都是违背它法国本身的一个基本价值的 那另外一个当然现在另外一个所关注的议题 当然就是这个新疆人权问题 法国国会他们在今年的1月 他就曾经通过一个压倒性的一个议案 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族进行种族灭绝 违反了所谓的反人类罪 不但这是国会的议案 他都不是说政府去做这样的一个宣誓 他只是一个国会的议案 做这样的一个谴责 但从这个谴责你都可以看到 法国国会是相当重视这样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的 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事件 当然是在2021年开始吧 因为2020年我们台湾跟立陶宛关系 开始有相当程度的突破 包括跟捷克这个关系的突破 那你看2021年去年 中国因为这个立陶宛打算要跟我们台湾提升关系 设施这个所谓台湾的办事处台湾代表处 然后中国开始对立陶宛这个欧盟的成员国 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制裁 或者经济的胁迫 那这个对于欧盟国家 尤其是法国他自认为自己本身是欧盟的领导国家 他必须要有所表态 他必须要对这样的事情有所因应 你看今年秋天 因为一般预计大概5月10月的时候 欧盟他有可能要通过一个反经济胁迫的法案 那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针对 在去年的这个立陶宛这个案例 立陶宛所承受的一个中国的经济胁迫的这个事件 很明显去年因为欧盟本身 可能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法律 来去应应这样的一个外在国家 对于单独的欧盟成员国的经济胁迫的制裁 但是现在可能在就在可能未来一两个月 欧盟就要讨论通过这样的一个 反经济胁迫的一个法案 那除此之外 应该9月13号吧 可能就下一半 下一半这个欧盟他也要提出一个法律的草案 这法律草案就是反对强迫劳动的一个贸易法案 也就是反对任何一个 你的产品是透过一个强迫的一个劳动 而制造出来的产品 你不能够放手到我们欧盟来 那当然是指着中国的新疆 新疆的这个劳动人权问题 那这些其实都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的确对于法国而言 他当然很重视跟中国关系 尤其是对于马克劳总统来讲 马克劳总统他本身 他现在比较强调欧洲能够 好像一个比较战略自主的一个面向 也就是面对目前世界上 现在当然主要是美中的两个重要的大国竞争的态势 对于欧盟而言对于法国而言 法国他的外交政策 就是所谓戴高尔主义 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现在是希望说 法国要能够做一个世界的大国角色 呈现法国的伟大跟独立 但毕竟法国他不单靠法国自己的国家 当然他实力是不够去做这样大国角色 所以法国的基本政策它现在是希望说 能够团结这个欧洲的国家 让法国作为一个欧洲的领导国家 等于说以这样的欧洲的一个整体的实力 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的第三的大国角色 不管说两战的时期 或者在现在的一个美中竞争的时期 那法国希望说以这样一个欧洲领导角色 来让法国的声音可以受到世界的重视 来让法国的声音被世界挺高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法国就不能够对于像立陶宛这个世界 你就不能够视而不见不去处理 你必须要带头去帮立陶宛出面 来解决中国经济脅迫的问题 所以我想2019年开始之后 或许可以这样讲 法国马克宏总统 他的对中国的政策 可以说受到相当程度上面的一个 欧盟跟中国关系的一个牵制制约 而且他不可能说完全只考虑到 法国自身的一个跟中国的一个关系 他还是必须要相当程度上 去站在一个整个欧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利益的一个考量 那这样一个欧盟整体的利益考量 在最近一两年 很明显受到立陶宛 受到新疆受到香港问题的一个重启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2021年 1月通过这个欧中的投资协定 原本中国是希望说能够在今年的上半年 然后让它在欧盟的议会通过 然后正式执行 那主要原因关键当然就是因为 今年的上半年时候 法国担任欧盟的轮值的这个主席 那中国觉得说或许可以透过 它跟法国的关系来去突破 但实际上的面对这样子立陶宛的一个问题 还是没办法得过的一个解决状况 法国他也不敢去主导这样的中欧的一个投资协定 他能够得到一个执行通过 那我想这个可以说是欧中关系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个人觉得欧中关系这个前外长 他在2020年曾经讲过一句话 来洗脑法中的关系 他说中国跟法国是伙伴 他们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有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的需求 然后他之后他还讲 在贸易跟经济的领域 中国则是法国的竞争对手 那第三个这是在政治体制上 他说中国是属于敌手 比如他们本身中国是一个威权体制 法国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体制 那我想这样的三句话 就是中国是法国伙伴 然后在这个第一句话 然后在贸易经济领域是竞争对手 那第三句话政治体制 中国则是属于法国的敌手 这样子的一个三句话 可以说最能够去体现 目前的一个法中关系之间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利益跟矛盾的一个存在 是非常谢谢陈世民副教授您的解析 的确这个法国是非常重视人权 那么如果他自诩在欧洲呢 具有这个领导地位的话呢 自然对人权的问题就不能够不重视 那其实刚刚提到 就是法国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 在2020年9月的时候 马克宏总统在议员敦促之下 他是以最强烈的立场谴责中国对新疆 维吾尔族的镇压 那我觉得人权这个门槛呢 可能中国大陆也许他有一套标准吧 但是没有办法跨过欧洲 一些国家他们所设定的一些 认为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门槛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中法之间的关系 不能够说不好 但是呢 他们已经清楚的确立下来 在政治或经贸上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则或标准 来拿捏跟中国大陆交往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2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您来关心台湾和法国的关系 那么事实上呢 是应该大的格局来看 就是台海的情势这一个月来陷入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一些国家正要纷纷到台湾来访问 那我们在今天所特别关注的焦点是 由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那么法国参议院贝勒发所率领的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等人的代表团 到台湾来访问 算是在今年可以说是第二个访问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是今年6月的时候 法国参议院外委会的副主席格里欧 就率跨党排计员访问团到台湾 好 那么刚刚提到就是台法之间有一些价值理念相近 这样的基础 实际上 我想呢 在上次4月份的时候 节目谈到马克宏 他连任 那我们有触及到 就是说台法之间的经贸合作 我们相信还是可以更上一层楼了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来深化 双方的关系呢 傅教授 当然对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的一个半导体 尤其像台积电这样的今天 我想对于法国 他也是非常的有需要 我想对于法国的 他也非常希望说 能够跟我们台湾在半导体上面 有一更紧密更密切的一个合作 那就法国而言 法国他在比如说 生物跟药品 他的制药是相当的发达的 那包括他的一些太空产业 或者他本身的一些农产品本身 比如说像红酒 或者像起司 这些农产品 他其实也都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个 外贸的一个产品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台湾 可以跟他有所关系的一个发展的 是 好 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立法院长游锡坤 率跨党派立委 到了这个法国去参访 国会外交也更深化 那么有几位立委呢 就谈他们的期待 像是万美林立委 因为他在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 担任委员 就说未来或许可以推动姐妹 是跟这个文化方面的交流 校际方面的交流 也是蛮可以期待的 我想陈副教授在学界 想法也会更多 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另外民众党立委张其露 他说 法国在许多领域都是世界领头羊 那刚提到出半导体之外 其实他说武器购买 或许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过去购买法国的幻象 机队等等 我想这是我们的国会议员的一些想法 那后续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未来这几天 这个法国的参议院代表团 他们到台湾的一些参访行程 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关注 好 傅教授 我提到这次法国参议院代表团 到台湾来访问 我可以说是 无惧中国的文攻武克了 那其实在10月份 我们看到媒体已经披露了 会有包括德国联邦基因的代表团 还有甚至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也规划11月到台湾 不过英国有最新的情势发展 英国保守党的党魁 特拉斯 他担任新的首相 这个国建坚 对台湾关系会有很大的一个 因为好像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 是吗 对 他其实长期以来 他在担任英国外相的时候 他就抱持一个相当强硬的态度 大概2019年担任英国外相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 香港反送中运动 正盛行的时候 然后2020年中国强行通过香港版本的国家安全法 那这个都是他担任英国外相的时候 他对中国这些作为 他是相当的一个批判的 另外包括说像新疆的一个事务 一般预计他担任首相以后 英国政府是有可能就会 像美国一样认定 中国在新疆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一个作为 那除此之外 我相信他本身真的是基于一个 他对民主自由价值的一种信仰 而觉得说 面对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威权国家 我们这些民主自由的一些集团 国家大家应该要团结起来 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 尤其在今年2月 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你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对于 俄国在侵略乌克兰这个态度上面 他是相当保守的 中国还是一直拒绝去批评俄罗斯是在侵略 然后他联合国的投票 也都是跟俄国联手 否决谴责俄罗斯是侵略这个作为 那这个其实都对欧洲的一些国家 不管法国或包括英国 都是一个被引起相当程度的 一个对中国的质疑的 但是他其实对我们台湾 是讲过相当多友好的一些言论的 在今年6月份 北约高峰会上面的时候 他就明白提到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应该要记取 乌克兰教训 所谓乌克兰教训的意思就是说 乌克兰他在2月 他被侵略了以后 西方这些自由民主国家 才开始去大力去援助乌克兰 但问题是 一开始给乌克兰都是一些二制武器 就是从动物性运营一些二制武器 后来二制武器一下又很晚 所以30月开始给乌克兰一些 西方的先进科技武器 但问题这些武器 你大概要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才能够熟悉才能够知道去使用 所以你看乌克兰大概是 大概现在大概八九月的时候 才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反攻 但问题是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了 乌克兰已经死伤非常沉重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乌克兰教训 特达斯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在侵略还没有出现以前 我们就要帮助那些受到侵略可能威胁的一个国家 那他当时就明白提到提完这个乌克兰教训之后 他接下来提就是台湾 他说我们应该要继续这个乌克兰教训 不如让它在台湾再次的出现 我们要尽快去帮助台湾获得一个足以防卫自己的防御性武器 来去吓阻中国的侵略 那这个我想这对我们台湾是一个相当友好的一个这样的言论 那另外他也在五月的时候参加这个七大公元国居期的一个会议的时候 他也呼吁这七大公元国应该要跟澳洲联手合作 改变他们跟中国的一个贸易的方式 那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减少对于中国的一个商业或经济上面的依赖 那这个同样也是一个乌克兰教训 这个乌克兰教训就是因为你看现在为什么今天欧洲很多国家 他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有点绑手绑脚 那主要是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尤其像德国 他对俄国的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高度的依赖 所以这是为什么欧洲现在通过澎湿这么一个俄化 但是因为过去2021年以前 他们高度的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特拉斯他就讲啊 就是因为过去大家太忽略的对于俄罗斯的依赖 可能造成的一个战略的影响 而使得今年二月让俄罗斯觉得 他可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你们欧洲国家对我俄国依赖 所以我可以去打你 我会觉得你欧洲国家让我俄国没者 所以特拉斯他就明白他讲 我们应该要记取这个教训 但这个教训不要在台海再次的出现 所以他就明白说 我们应该联合这个G7跟澳洲 我们要改变跟中国的贸易的一个方式 然后减少对于中国的战略依赖 那这样的一个言论 当然很显然是对我们台湾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好我想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未来台湾还有英国的关系 那不管是法国德国还有英国的一些政要呢 都会陆续到台湾来访问 我想他们是传达力挺台湾的决心 那相对来看 中国大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抗议表态 但是呢事实上呢 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就这也显示中国大陆对外关系可能遭遇了挑战 那经贸或许是中国大陆最具本钱对外交往的一项利器 但是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缺乏是严酷的考验 所以在这边你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 现在好像是应该说这样的讯息传递是给他们一个示警 那他们可能会怎么样来盯盯 或说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发展 当然看中国你自己怎么样去思考 因为我想这几年的一个中国外交 至少在这些美欧的民主自由国家 它是相当孤立 日益的澄清孤立 尤其在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中国等一下感觉它是站在这个俄罗斯那边的 但是还没爆发之前普丁去中国访问 他们就说俄中友谊没有这个止境 俄中友谊合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然后现在战争爆发以后 中国是目前买俄国石油最多的国家 但这个本身都会让这些欧洲的一些国家 民主自由的向美国对中国相当程度的质疑 那另一方面当然你中国你的一个战狼的外交 你的一个对于新疆对于香港 或者对于我们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胁迫 那这都会让这些民主自由国家 感受到对于中国相当程度的一个戒心 那这个是导致中国在这些民主自由国家 呈现相当程度的一个孤立的一个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当然关键的解离还是虚细灵的 就看你中国你愿意改变你这样子的一个对外强硬的作为政策 是 好 联合国在日前才刚对外发布一个新疆人权报告 那么也指责中国在新疆西部偏远地区 针对维吾尔人跟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大规模拘禁行为 可能构成国际的罪性 尤其是危害人类罪一再的事件 那么中国大陆对外关系可能面临孤立 怎么样来应对呢 我会持续来观察 好 台湾更进步推动我们的国会外交 那么法国参议员代表团在7号就会到台湾来访问了 那么就在台海情势紧绷之际 显示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常感谢台湾大学政治学习副教授 陈世民您今天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节目委声 一起来关心这样不幸的天灾 中国大陆四川在昨天就是5号发生规模6.8地震 导致人员伤亡还有灾害损失 那么总统府在今天特别转达了 蔡英文总统的慰问还有关怀 除了向不幸罹难的人员还有家属 至上哀悼之意 也期盼搜救跟灾后 复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不仅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在今天也表达了深切 哀悼跟慰问 同时也期盼救灾复员工作 能够进行顺利 那么行政院方面 发言人罗秉承 今天透过媒体群组表示 院长苏贞昌不舍逝去的生命 也称行为灾民欺负 期望伤者早日康复 特别还提醒陆伟会持续注意 是不是有台积人士因灾受困或者是伤亡 那么陆伟会在今天中午左右是说明 根据所掌握的资讯 没有台积人士受困在当地或伤亡 政府也已经透过海期会 向大陆方面表达慰问之意 期盼灾害减到最低 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同时内政部消防署 也正在进行人道救援 任务准备 如果有救灾需要 台湾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 另一方面如果会也提醒 目前灾区还是持续发生余震 政府也会持续密切注意 当地最新的地震讯息跟实际的情况 及时提供给国人参考 特别请在当地国人 要小心留意自身的安全 如果有需要协助 可以联系海气会 紧急的服务专线 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尾声 我们一起来关心 也会灾区的灾民来祈福 那么这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王力杰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